一开始就有朋友讲说 英镑崩了 其实上个礼拜 这个消息 其实在台湾 只有财经圈的人比较关注 那我有碰过那个研究英国的学者 他都不关心这件事情 那我想说 这个真的你知道 政治跟金融原来隔阂这么大 可这件事情对英国来讲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利点 他新上任的英国首相特拉斯 其实他在选举的时候 就说他要减税了 果然在上个礼拜五 他就端出了 1972年以来 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 我告诉你 企业税所得税 还有一些这种房屋的一些印花税 就是我们这边台湾的房屋的弃税 然后还有包括了 就是旅客的这个退税 通通都要减 然后呢 原本预定要这个加税的通通不加 好 史上就5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方案 听起来好像很好啊 圣诞老公公啊 政府就少收你钱啊 通膨那么严重 物价那么高涨 我还从你口袋里头收税 不行 我们现在呢 尽可能的减税 但这件事情 对英国表面上面来讲 好像对于民众来讲没有伤害 但是实际上面 他的伤害是非常深的 所以你看到 在这个今年以来 他贬最凶的 一个英国 一个日本 就以开发国家当中 你看英镑在今年初的时候 一英镑还可以兑换1.35美元 现在已经是一英镑 只能兑换1.08美元 这个差距其实已经20%以上了 一年贬值超过20% 所以他比那个美元指数的上升幅度 还要来的更加的剧烈 而最重要的是 你看这个最后的这一根线 上个礼拜五 一天之内贬值3.6% 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美元指数呢 在整个九月份升值了百分之四点多 那已经是非常剧烈了 英镑不是是一天升值百分之三 贬值百分之三点六 大概就台币一天贬一块钱了 对对超过一块钱 超过一块钱 超过一块钱 好惊人哦 好 那其实你现在回头去看 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英镑那时候对美元 英镑可以换两块钱 现在眼看着就是一比一了 在历史上面 它更高的幅度都有 所以其实你拉长来看 其实英镑就是一个走扁的趋势 这个趋势跟英国国力的衰落 是密切相关的 英国在上个世纪 20世纪初期的时候 还是日不落国 大英帝国 在那个时候英镑横行天下 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标杆 那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可是呢 当它的国力往下降的时候 它的储备货币地位 其实它就是被蚕食 它不会被惊吞 它就是被蚕食 可是那个趋势方向是非常明显的 好 那一边呢 是英镑 剧烈的贬值 而且看起来一比一 就在眼前了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狂飙 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短短的这几天之内 其实它在今年初的时候呢 当时它的这个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还有百分之零点六七 去年还是负的百分之零点一八 但现在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四点五二了 它本来跟美国差不多 现在已经比美国还来得高 不是说它的利率有多高 而是说因为殖利率跟价格是相反的嘛 这个意味着在抛售英国公债 所以才会把它抛售到 殖利率变这么高 所以那一边是抛售英镑 这边是抛售英国公债 为什么大家的反应会这么的激烈 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英国的大减税 一出来了之后呢 花旗就立刻预估 他说现在英国面对的是 货币危机的风险 很有可能导致英镑对美元 会首次的在历史上达到一比一 首度历史上不曾出现过 因为英镑一直都是很强势的嘛 那美国的前财政部长 Sommers更是痛批说 这个经济政策叫做天真 然后可能拖累英镑对美元跌破 平价水准 这里为什么要讲天 其实在这个英国首相特拉斯当选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做过一个题目 现在我回想起来 我是不是说的太早了 可能大家还没有办法理解 他的影响有多大 因为特拉斯一直说减税减税 但是英国现在没有条件减税 英国只要一减税 他就可能为自己带来货币危机 紧接着就是金融危机 最后会导致他的经济危机 现在只是货币危机开始而已 那为什么他没有减税的条件呢 你来看这个是他的基础资料 当然都是到去年底的这个资料 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他的政府预算 他的政府预算 每一年要借贷 借贷GDP的6%才能够打拼 其实你往前看 其实这个借贷比之高 只有美国超过他 还有日本超过他 那你说那美国跟日本 其实日本现在也很惨 那美国是因为他是 就全世界超强啊 储备货币啊 所以他可以就不断不断的花钱啊 不付代价 可是英国已经不是 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了 当他还要用这么高的负债 然后呢 来这个借钱的时候压力就大 好这个是流量 就是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 那负债比例 好所以你看 虽然他的每一年是负6% 比印度要来的低 可是基本上大家觉得 印度还OK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总体负债比只有73.9% 就累计出来只有73.95% 可是呢英国是95% 你会发现在前几名的国家当中 也只有美国跟日本超过他 可是他又跟美国跟日本不一样 因为美国全世界超强货币嘛 大家都要买他的公债嘛 对不对 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要去美债化 然后呢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也不过去了一千多亿 然后手上还有九千多亿 所以去美债这件事情不容易 全世界其实都还在慢慢慢慢的去 而日本不一样 因为日本的这一个负债 几乎都是内债 就是说由日本的金融机构 自己去买自己的公债 所以他几乎没有外债 他自己的银行就买了他几乎所有的公债了 可是英国不一样 英国所有的政府公债几乎都是外债 那是外债什么意思呢 外债就是说如果外国人觉得你的财政纪律有问题 我抛售你的公债的时候 你是没有人承接的 外债是什么意思 外债是说你汇率如果一直贬值 那么我同样卖一百美金的英国公债 你英国政府要付更多的英镑 所以外债很高的国家 他必须要小心注意 如果他的汇率骤扁 如果他的财政纪律不被信任 他是会出最后的债务危机的 这就是为什么英国 他一说他要大幅度的减税 然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幅度这么大 抛售债券抛售英镑 因为你的结构根本没办法支撑 你要减税 好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外债 这个外债的总额 我要先说明一下 他不是只有英国的国债 不是只有政府欠的 还包括了企业 发行的企业债 一般民间这个企业债 那么这个数字呢 是7.3兆美元 大家来回头看 他的GDP才多少 才3兆1 所以7点多兆的外债 是你的GDP的两倍多 2.5倍 结果你居然还敢在这个时候 然后让大家不信任你的债券 然后让你的英镑导致这样子剧烈的贬值 所以我这边就稍微的提一下 就是在特拉斯上任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人预设说 英国会不会再面临上个世纪 需要国际货币基金来救援的状况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会不会有一点太夸张了一点 英国到底哪边出了危机 他的危机就在此 就一个错误的政策 可能会导致一个国家失败的更惨 那么至少在短期之内 我觉得英国要恢复他 大家的信心是很困难的 如果大家去找一下资料 去找就Google一下 索罗斯 索罗斯 然后呢英镑 你会找到呢 当年索罗斯呢 他一战成名 就是1992年的时候呢 狙击英镑 当年他狙击英镑 那当时英国央行 曾经试图阻止英镑的贬值 一口气把他的利率 从10%拉高到15% 结果还是没有成 最后只好认输 让英镑大幅度的贬值 索罗斯在那场战役当中呢 就赚了10亿美金 一场战役10亿美金 而英国央行在那场战役当中 损失了34亿美金 现在呢英国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因为减税这件事情 他的对于财政的侵蚀 是一点一滴的扩大的 那么而所有对于英国政府的财政上面 还有他的公债的不信任 是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世界上面常是这样 在最危机的时候 常常会选出最错误的领导人 今天是英国对不对 我这边先预言一下 意大利的状况也一样糟 因为他也说要减税 而意大利的财政更经不起减税 好的因为意大利毕竟还在欧盟里面 他还有欧盟体系 就是天塌下来 还有高的人马上撑着 可是他状况更糟 但是英国现在没有了 英国脱欧之后 本来想要跟美国手牵手 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是后来发现了 美国其实是很自私的 他基本上他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那去解决他自己的 我你永远不要忘了 就是说呢 美国美国的那个标准的名言 就就就是我的汇率 你的问题 我的美元 你们的问题 对美元是我的 问题是你的 对 不要不要不要跟我讨论 我如何去操操作美元 大部分的人只要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说对呀 那是人人家的货货币 我讲什么的 我闭嘴 我看这个是这个是今天这个世界 最大的乱源 就是大部分的国家都没有办法从一个 一个一个国际的论述当中去质疑美国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我我举两个例子 刚刚凤卿提到的财政纪律 财政纪律的破坏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不得已的事 啊 每每个国家特别像是英国日本这种国家是因为破坏了每个人都说我说只要盯紧美元然后呢让自己的进出口经济成长维持稳定财富呢稳定的增加OK 我何必要破坏我的财政纪律破坏财政纪律永远是不得已都是经济出问题之后然后呢想要吃特效药就会去破坏财政纪律 那美国常常指着全世界的所有的央行骂呢说你们你们干预汇率你们操作汇率你看起来美国并没有在干预汇率可是为什么没有去质疑就是说因为你是世界的央行你根本不用干预汇率你只要干预利率就好了对 你必须要有人去告诉美国这件事说你凭什么说我干预汇率没有你这样讲没有用啊因为讲了之后他也不会听啊这就是我问你你知道那个格林斯班啊格林斯班也是美国的联准会的前主席他曾经来过台湾访问哦对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央行总裁彭怀南是当着格林斯班的面说你们美国就是太没有纪律导致全世界没有说啊 那当着格林斯班的面说美国以灵为祸啊美国又怎么样当当老大是不用守帮规的是啊你想当当当当皇帝的如果还一夫一齐那那我当皇帝干嘛呢 哈哈哈哈当老大是告诉你说的皇帝啊没事我就说当老大是不用守帮规的帮规是定是我定给其他人遵守的那你要知道当老大的他不用去操作汇率 但是当他操作利率的时候全世界的汇率都完蛋没有人敢去质疑说你这样子玩玩你的利率你在害死我们你基本上面的就是以灵为祸你缺钱就从我们这边的直接在这边提你钱太多了就往我们身上挂这算什么东西大家呢就随着美美国一收一紧一收一紧看着美国的脸色过日子是全球今天的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 今天如果没有人在这一场的风暴过后不只是金融反美是一种的情绪了光反美没有用我说人的心理上面你反对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其实间接在承认你在依赖那样东西而且脱离不了那样东西你必须要做到全球的金融脱美 大家都要开始摆脱过过去美国呢加诸于呢第三世界国家的那种的意识形态的洗脑你们要全球化我们要自由化我们要把呢要把边界打的打开那资金的流动更自由人的流动跟着鬼了你美国是这样子做吗不是你要知道他在跟你讲相同话的时候因为大家的条件不一样讲一样的话语做一样的事情所造成的效果不一样 美国是有条件这样做的我说他只要操纵他的利率他就在操纵他的汇率但是弱势的货币就没有这种连连动性弱势的货币我管你利率怎么怎么动我告诉你你的你的汇率没有办法呢去同向变动只有美国办办的到那中国大陆呢现在人民币呢是另外一个有防火墙的机制我也在看他如何度过这波的难关如果他过了之后他没有受太大的伤他会让国际上面其他 金融体系进一步的对人民币产生信赖感这就是最近这段期间最大的考验对但是我觉得英国对我来讲是有另外一层意义的因为呢如果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如果你你跟当时的人说英镑有一天会崩哦没有人会相信英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啦就当他当他失去了加拿大失去了澳洲失去了印度这些殖民地的时候英镑不可能撑得住 对他也没有那种的需求就是他过去你看有这几块的殖民地你英镑的需求当然很大那时候连美国都曾经是他的他全全世界这些大块的大块的经经济呢都都是他的他的殖民地他当然有那个需求我们今天只是有必要在这场的这场的风暴过后大家重新去检讨今天的全球的金融体系 是在战后1944年二战要结束的Bretton Wood我们讲的布列登森林会议所建立起来第一个让美元取代英镑 第二个对美元设定一个保护机制那个布列登森林会议只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大家要联手一起保护美元 不能够让让美元崩溃但是呢倒过来讲让美元于取于求 所以你知道香荣今天反反复复又告诉大家就是他已经受不了了美元霸权世界秩序 对就是这个这个问题一定要想尽办法颠覆美元霸权世界秩序 对所以我刚刚你会变成CIA头号的 没关系我只是说我就当你因为过去听很多话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是说到一天到晚指控其他国家在做外汇干预 对我说我不干预外汇我怎么办呢我操我操作利率没有用啊 但是你不用干预外汇因为你操作利率就在操作我啊 那我呢我能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全世界的现在的金融体系不管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都是为了保护美元的霸权而设计的 到现在都还是美国人在操作如果没有人敢去动这一块大家就继续呢当韭菜被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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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